欧洲僑界组织欧洲台湾协会联合会 最近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办年会 总统蔡英文发表录影谈话 以丹麦 德国等国家的企业 投资台湾开发离岸风电为例 指出近年台欧交流越来越密切 期待各领域的合作持续深化 呼吁欧洲僑界继续做台湾重要的后盾 台湾在民主 法治 经济 贸易 和社会安全网等等面向 成绩都用目共睹 我相信在一代接一代人的努力之下 台湾这个坚人之岛 永远会是各位因以为傲的故乡 我要拜托各位乡亲 朋友 继续在欧洲替台湾寻找机会 讲出台湾的立场 在世界上走出一条我们的台湾路 欧洲台湾协会年会本届迈入第四十八届 邀请多位台湾和国外学者发表演讲 持续关切台湾社会发展 台湾协会的朋友也是秉持这样子的精神 永远站在台湾的这一边 要希望为台湾说出自己的心声 然后争取平等的地位 另外双十国庆脚步接近 台湾媒体近来报道中国出招 阻挠东南亚国家的台侨回台参加国庆典礼 虽然驻外单位目前回报 没有发现类似的情势 但在年会上已经成为话题 乔委会委员长吴欣欣就痛批中国 近来打压台湾变本加厉 只会让台湾侨民更加反感 反而会更激发侨胞的爱国行动 越南亿 感谢观看